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我自己参与Apaq社区的一些小故事 首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现在是在就职在字节跳动流失计算团队 然后主要负责Flink Sequel的研发方向 然后我参与Apaq社区主要是有两个项目的参与 一个是在19年开始参与Flink社区 然后是在20年6月份有幸受邀成为Apaq Flink Committer 然后是在23年的3月份开始 然后因为机缘巧合 然后参与到了Apaq Keosite社区 然后也是在23年的1月份 然后有幸成为Apaq Keosite的PMC Member 然后我为了准备今天这个话题 我还专门找了一些同学和朋友去问大家 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参与开源社区比较难 或者大家觉得有哪些难点 然后我得到的回应就是 我工作太忙了 根本没有时间参与 或者我想过但是门槛太高 我也不知道怎么参与等等 那我总结下来就是 很多人在没有参与之前会觉得 我根本没有时间 然后当他开始参与的时候呢 又发现这个门槛可能有点高 我不知道怎么参与 然后参与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又发现这个社区好像跟我 平时工作不太一样 大家对我的这个提的东西响应比较慢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持续参与下去等等 但我自己也是在参与的过程中 对这些问题也是深有体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相同的这个感觉 对 然后接下来我就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克服这些困难 然后最终参与到阿帕奇社区里的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时间 这个故事是从19年开始吧 我是从19年开始参与弗林克社区的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在字节内部 刚刚开始推动弗林克西库的落地的过程 当时也是特别忙 确实是没有时间 我一般一开始也是用中午午休啊 晚上的时间 包括周末的时间再参与 然后甚至于有一段时间 我会在地铁上也去看社区的邮件 然后当然这个后面也会讲 这个效果也不一定特别好 对 然后但是我后来其实发现 我在社区里边提的PR提的问题 很多时候会在晚上10点 11点 甚至于12点之后仍然受到响应 我发现其实很多社区的成员 大家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在参与社区 对 然后当然参与时间长了之后呢 我就发现时间慢慢地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对 因为我发现我参与社区的工作 反而能给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 是带来一些反响的 对 那对个人来讲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经常在社区里 帮大家回答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后边我在公司内部仍然可以用的 然后我内部的用户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根本就都不用去做额外的工作 对 还有一些情况是我们自己内部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迭代 那这些迭代呢 我们跟社区同学一起去讨论的话 这些工作会做得更加扎实 不会让我们走上一些弯路 然后反复地去做 对 然后甚至于还有好几次 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们自己根本搞不定 然后我们就跑到社区 然后跟社区的小伙伴去讨论 然后最终是社区帮我们解决之后 我们又拿到公司内部 其实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对个人来讲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的 那我们团队也是在开源软件上 然后有多年的一些经验吧 根据我们的这个实践经验 确实我们现在对Upstream First的这个理念理解的也更深了 Upstream First指的就是我们如果在使用一个开源软件 如果要对它做出修改的话 那此时我们最好的做法是把这些修改优先贡献到上游 而不是自己维护一个版本 因为我们发现社区的版本迭代也会非常的快 那一开始我们可能改了之后会非常爽 但是当社区的这个版本走得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在每个版本上都需要去重新去迭代 去适配 甚至于很多时候架构变化太大就变成了重新实践 这个成本反而其实是更高的 对 那参与开源时间久了之后呢 我反而觉得参与到开源的时候 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比我工作可能更加放松 而且如果我们把工作看成是一个放电的过程 那我感觉开源反而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所以开源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对 对 不光RG可以治好精神内耗 开源也是可以 对 然后当我们参与一段时间之后呢 也会经常发 不是 当我们克服了时间问题之后 开始参与的时候也会发现 这个门卡有些高 当然门卡高可能会有不同的维度的一些表现 比如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参与过社区 可能需要按照社区的一些工作方式去工作 比如我要用邮件列表 然后我要跟大家一步沟通 然后我要用GET等等等等 可能跟我们平时不太一样 第二个就是有很多项目 它有比较深的一些背景知识 其实学习的这个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 对 那我其实也是在参与Flink的时候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还是非常难 然后一开始看到那个邮件列表 Flink邮件列表非常之多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 每天可能会有50到100封邮件 在当时 当然现在也是 就是一开始根本看不懂 然后我那时候还看到 我的那个谷歌邮箱下面有一个空间提示 有15G的免费空间 我就想每天这么多邮件 我这个用满了之前 我能不能拿到革命的 对 但是突然有一天呢 就是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大概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周日 然后我早上起来 也是一个习惯性地 打开我的社区的邮箱 我发现 躺着一封邮件 就是一个用户在提问 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行为不太符合预期 那我当时对这个问题 也是很感兴趣 但是我也不懂 我当时就想 我是不是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帮他解答一下 同时也帮我自己解答一下 那我就开始 吃完早餐 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也是非常幸运吧 是在大概中午吃饭之前 然后把这个问题确实搞清楚了 然后帮他回答了一下 其实当时在整个过程中 我心里还在想 哎呀 这个社区的大佬们 千万不要着急回复 等我这个研究清楚了 我来回复就可以了 对 然后而且这个问题 也很快得到了 社区Flink PMC 像云鞋老师的这个想象 说你这个回答得很好 参与得非常好 这个我才发现 其实我们参与社区 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旁观者 更多的是要自己参与进去 就是不需要每件事都参与 但是我们找到一个入手点 一个一个参与 其实就算是参与进去了 那我后边就沿着这个思路 我就不断地去参与更多的一些话题 参与更多的一些开发 然后后边很快 这个也收到了这个 云鞋老师的一个鼓励 说这个你参与的很好 然后给你一些指导 这个比如说你可以参与更多的 这个一些 其他人的这个PR review 也可以跟这个更多的一些技术讨论等等 对我当时确实也出声牛都不怕虎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想参与一个社区 那就大胆一些 对 自信一些 然后后面是我在对Fling & Cycle的原理 我觉得我基本也掌握了差不多之后 我发现其实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 更原理更复杂的一个项目 就是KeyoSite 就是Fling & Cycle的很多核心的东西 都是用KeyoSite去做的 包括像这个Cycle的解析优化等等 那我就开始 又开始学习这个KeyoSite 但是呢我当时也没有想过去 再参与到另外一个社区 这个因为精力确实是有限的 然后但是我发现 我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自己学习 可能很多地方学习不够深入 然后东西也比较容易忘 所以也是后边机缘巧合 这个待会我们讲这个巧合的这个故事 就是参与进士之后 我发现到了社区 跟各种社区比较厉害的一些成员 一些大牛去讨论去学习 反而是学习最快的速度 然后比我之前 大家可以看我前面的经历 我是20年6月份拿到Fling Commuter 然后我是2022年才开始参与KeyoSite社区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就是在自己默默地学习 但是效果很差 但是参与进士之后 反而可能也就半天时间 学习我觉得比之前的学习效果好了很多 那这个故事呢 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是22年3月份 对 当时因为特殊的原因 然后我一个人在酒店里边做封闭开发 对 大家能听懂啊 对 然后周末的时候特别无聊 真的是特别无聊 就是大家都出去玩了 然后平时工作的这个同事 大家也都不上班了 对 然后我就发现 这个KeyoSite社区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那个朱莉安还给她一些指导 但是她自己搞不定 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来帮她解决一下 对吧 我反正很无聊 就是单纯的无聊帮她解决一下 对 然后我就大概花了半天时间 确实帮她解决了 然后提了一个PR 这个最幸运的事情是 这个PR在我提出一个小时之内 就被合入了 当时我都没有留意到 它被合入那么快 因为我合入之后 我就去做其他事情了 我没有想过一个社区 可能会有这么快的响应速度 甚至于说 其实都不是一个小时 应该是半个小时 对 那这也是极大的鼓舞了 我觉得这个社区啊 真的是充满了这个 这个大家的这个热情 然后我也是开始了 我的CellSite的一个贡献的过程 然后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 这个领域里的大牛 然后比如说像 像这个朱莲 就是她是我们CellSite项目的 一个项目发起来 而且她也是很多 其他项目的一些PMC 也是Apple X的一个成员 等等 就是在这个 就是她现在仍然是活跃在 开发的一线 就是每天 几乎每天吧 包括周末 我都能看到她在提代码 然后在帮助其他同学 对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 跟各种这样的 这种大牛去学习 其实是我们 是我 至少我自己认为 是我学习最快的一个时间段 那 就是给大家一些 我自己总结的一些 就是如果想参与一个开源社区 那我 怎么参与 比较可能会更容易上手 那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首先要习惯于 社区的异部工作方式 这个 很多老师也都讲过了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 要专注在一个具体的模块 今天不要太发散 然后尤其是很多项目 越大的项目模块划分会越细 有可能你找到一个冷门的模块 它可能没有人会享用 或者说 大家都不懂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 尽量地从小问题入手 以小见大 而不是上来去 就去做非常大的一些事情 这样 我也有一个经验 就是 当时有一个非常 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要修改一个默认配置 那个配置 我跟一个 当时我还是contributor 就是跟一个PMC成员 也是争论了好几轮 当然最后也是 确实还是 还是加入进去了 因为我当时也是有很多 线上实际的一些 生产经验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样才是 确实是合理的 那我们就是 从这种问题上 以小见大 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 我们对这个问题 理解的深入程度 然后呢 就是尽量地是 从多个维度的 维度上面去参与 因为有很多同学 可能觉得我 所谓的参与社区 就是提交代码 但是提交代码 真的只是 参与社区的一部分 或者说 有时候可能是 一小部分 对 所以我们 一旦参与进去之后 包括这种 像Gear的一些讨论啊 然后邮件列表的讨论 然后包括帮其他同学 去review代码 其实都是一个参与 像我现在自己 成了这个 Cellside PMC之后 我也会在社区里去 关注大家的这些活动 其实就能看到说 在每一个点上的 活跃程度 我都能看到 然后这也是我们会提名 它成为Commit的一个依据 对 然后最后呢 就是持续坚持 其实这个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通常在一个 贡献的过程中 很难是一帆风顺的 然后一定会遇到一些 挫折 那这个时候 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 坚持下去 很多时候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就下一步可能 就是这个 可能就会到达 下一个阶段 然后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响应慢 这个 这个可能有很多同学 也有相同的经验 为什么我提了一个PR 没有人给我review 为什么我 开了一个艺术 也没有人跟我讨论 然后我发起一个 邮件列表的这个 这个讨论 也没有人响应 这个 我也经常会遇到 这种情况 从我自己的观察来讲 响应慢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方面是 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原因 是我们自己对社区的打开的这个方式可能不对 然后我 比如说提问题 我说的不够清楚 或者我说的太大了 这个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那比如说大家 经常会见到 有些人会问 哎呀为什么这个结果不对 但是他并没有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商下文 别人也没有办法去复现 其实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提供足够清晰的商下文 让社区的成员以最快的速度能够理解大家 那这样大家的沟通成本就会更低 第二个呢就是社区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尤其是对一些背后没有商业公司的一些项目来讲 比如说像凯尔赛的社区就是没有 背后就没有商业公司在推动 那我们其实特别的缺乏 maintainer 对所以 所以虽然确实会有很多人来参与贡献 我们已经很尽力的去帮大家去review 去讨论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机制 就是我们会特别的奖励那些给新参与的贡献者 去review合并代码的这些工作 我们就会在每个季度给这个基金会的一个报告里面会提 这些人 这个给新来的人review的这个工作量很大 然后我们特别的给他们一些鼓励 对 当我自己成为了committer之后 我确实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我是在接下来的四个Q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都出现在了我们给这个报道里边 这个报告的这个review的列表里边 而且还有一个Q竟然超越了朱利安 这个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猜一猜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Q是圣诞节 朱利安可能去过圣诞节可能会 时间比较少 对 然后呢这个 响应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为了追求更高的质量 对我记得我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医术 就是当时那个医术是从五月份持续到了九月份 一共五个月的时间 然后代码方案都换了好几遍 到中间确实有一度可能有一点点想放弃 因为这个哎呀这个我只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然后要考虑那么多 然后甚至于我们那个Kaiosha的历史非常长 它的代码 我们有时候都追溯的会一个到一个断代的时候 因为那个Gator的历史 在那之前还有一段历史 找不到更久远的一些依据 然后需要把这个前后所有的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我们去讨论说我们未来应该怎么样 所以像这种工作 反而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是非常能展示我们对这个项目的一个关心的程度 展示我们自己沟通的这个技巧 也展示我们对这个项目理解的深度 然后当然也包括耐心等等 就是这个其实像这一个艺术 也是后边成为我被邀请成为PMC的一个 重要的依据之一 然后另外呢就是 这个社区的分层图 大家也经常见到 就是社区 我们工作都是基于信任的 因为你来一个新同学 我们完全不知道你是谁 那都是通过不断的交互 不断的这个讨论 不断的这个review等等 才相互了解 那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越了解你 可能对你的这个习惯风格 对你的这个擅长的东西 可能才更了解 也会对你更加信任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响应度也会越高 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个 有同学可能就参与一次提一个问题 然后提一个PR 就没有下文了 可能确实是很难得到大家持续的关注 对 那接下来总结一下 我自己参与开源的一个动力吧 那上面也讲了 我们参与开源确实有很多困难 那这些困难呢 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困难 我仍然想参与开源 想持续贡献 那上面提到了就是 我可以跟这个大纽灵机率接触 然后可以快速提升我的技术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觉得我的工作 其实价值是被放大了 放大了非常多的倍数 那比如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写的代码 可能说明周期也就是几个月到几年 但是我在社区里写的代码 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甚至于五十年一百年都有可能 然后我的这个代码影响的范围也更大了 那我在公司里最多影响我公司的某一部分用户 或者说公司的全部员工 但是我在社区里写的可以影响到更多更多的项目 对 那我自己只是众多的Apache贡献者的一个缩影吧 其实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 每年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Commit进来 对 最后拿一句话来跟大家共勉 就是所有事情开始之前都是难的 对 所以最好的克服的方法就是行动起来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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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